师徒破庙躲雨 看到二人下棋 师父 看棋别说话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宋朝徽宗年间 北方一座小镇上 住着一位男子礼服 这人今年已经二十五了 读过几年书 好歹认识些字 按理说这个岁数 早就娶妻生子了 但是此人仍旧是 是孤独一人 要说为什么 这可是人尽皆知的原因了 这礼服在这镇上 也算是一位名人 至于为何出名 说出来就令人无语 此人天生嘴快 心里憋不住话 想到什么就要说出来 否则不好受 就是因为这个毛病 几乎是人见人烦 人见人厌了 不只是没人愿意嫁给他 连生存都成了问题 做过很多的活计 父母拜托了很多人 带着他 结果就是因为这张嘴 都被他得罪了 或者嫌他烦 天长日久之后 什么也没做成 这可是给父母筹坏了 最终这礼服 父母带着礼服 跪在了一位木匠门前 哀求人家 收下自己的儿子做徒弟 这老木匠的确是有着真本事 不过听说辞子之后 也是头疼 不过年轻时候 受过礼服父母的恩惠 看着此刻跪倒在地的礼服 老木匠迟疑了一下 说道 福尔 你喜欢做木匠吗 跪倒在地的礼服 虽说毛病不小 但是他可不傻 看到父母为了他如此 他赶紧说道 师父 徒儿喜欢做木匠 老木匠闻听 叹了口气 说道 好吧 既然喜欢 那就跟着我学木匠吧 礼服闻听 顿时就站了起来 高兴道 多谢师父了 徒弟一定好好学习 争取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 听到此话 父母脸色顿时变了 想捂他嘴都晚了 听到这话 老木匠一张老脸憋得通红 最终只能是叹了口气 谁想到 这小子还没完呢 继续说道 师父你放心 把我教好了 我将来给你养老送终 叫你没有后顾之忧 老母亲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一把捂住了他的嘴 看着老木匠 呵呵笑了笑 说道 这孩子就是这张嘴 心肠还是很好的 双方都尴尬 只有礼服不自觉 似乎是还要说话 老木匠见词 赶紧说道 这样吧 明日你就过来 我教你木匠手艺 母亲捂着儿子的嘴 说道 好 明日就叫他过来 不过咱们是不是 还得准备个拜师礼啊 老木匠听罢 摆了摆手 说道 不用了 都是熟人 不讲那些虚的 父母拽着礼服 再次谢过了老木匠 赶紧回了家 到了家中之后 老汉斟酌了一番 说道 咱们还得准备点东西 毕竟是拜师 人家不要 但是咱们不能不给 夫人点头 回头看着自己的儿子 叹了口气 说道 儿子啊 我们夫妻丢了老脸 算是给你求了个生计 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以后我们走了 你也好能谋生啊 礼服听完 尤其是看到母亲眼中的泪珠 赶紧跪了下来 说道 爹娘 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学的 父亲出去 买了些糕点 肉 水果等物 次日 礼服带着这些东西 去了老木匠的家中 这老木匠有着一个儿子 不过这儿子外出谋生 落户在了府城 离此三百多里 一年或许才回来一次 老木匠平时就一个人生活 所以心中也是期待 有人在进前热闹热闹 拿着拜师礼 重新磕头敬茶等 老木匠收了他做徒弟 老木匠看着他 神色严肃 说道 福儿 我看在你父母的面子上 收了你做徒弟 你可要好好学习 还有一点 威师需要重点说一下 以后管住你这张嘴 尽量少说话 多做事 礼服听完 赶紧攻身说道 知道了师父 您老就放心吧 我这张嘴 绝对不会瞎胡说 见他还要说 老木匠一拍额头 说道 停 随我去看看木匠的工具 从此以后 老木匠尽心教导 尽可能将自己的所学 都交给礼服 因为他自己的儿子不学 他也不想自己的手艺失传 所以极为用心 这礼服其实还是很聪明的 学得也很快 一年的功夫 就可以自己独自出外干活了 但是只是一年而已 这老木匠便心力交瘁了 每日被礼服气得够呛 当初答应得好好的 可是这张嘴 那是想说就说 根本就管不住 经过一年 稍加收敛 老木匠已经很是高兴了 这一日 老木匠接了个活计 清流镇的土财柱 儿子要澄清 房子都盖好了 缺一些家具之类的 于是便找上了老木匠 老木匠一听 这可是大伙儿 能赚不少钱 所以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带着礼服 师徒二人就去了清流镇 到了镇子之后 直接住在了财主家 每日管饭 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活儿就做完了 正好是午后 结算了工钱之后 也俩回清流镇 一路上 这礼服还算是安静 毕竟经过了一年多 还是有些长进了 老木匠心中还是高兴的 结果正走着呢 风起来了 老木匠看了看天色 感觉不妙 两人加快了步伐 可是还没到一半呢 雨还是下来了 老木匠毕竟年岁大了 礼服见此 喊道 师父 咱们避避雨吧 老木匠听罢 点头说道 就去前面不远的破庙吧 两人朝着不远处的破庙 冲了过去 幸好离着近 在两人浑身还没湿透的时候 两人进了破庙 这座破庙占地不小 不过已经荒废了数十年都不止了 老木匠小的时候 这里便是如此了 两人直接进了大殿之中 因为只有这里 还算是完好的 其余的都坍塌了 只有这里 还能避雨 不过到了里面之后 抬头看 屋顶也漏雨了 有的地方 瓦片都缺了好几片 雨水哗哗流进来 老木匠到了里面 没有脉步 而是停了下来 带着精仪不定的神色 盯着一处稍显干燥的地方 神色专注 礼服见了 好奇道 师父 怎么了 老木匠摆了摆手 说道 这里有古怪 你看 这里没人 怎么会有火堆 的确是如此 那里真的有着一座火堆 柴河劈啪啪作响 蓝色的火焰秃秃的 这礼服竟是直接走了上前 探手准备烤火 虽说此刻乃是初秋 但是毕竟下雨 温度还是降了不少 只是片刻 这礼服诧意道 师父 怎么不热啊 老木匠文言 走了上前 试了试 果真 火焰没有温度 看着烧着挺旺 却是没有丝毫的温度 这可是够诡异的 老木匠脸色难看 说道 退后 师徒俩站在一起 老木匠咬破舌尖 一口鲜血 水雾一般 喷在了火焰上 随着喷洒 眼前的一幕 顿时变了 一张方桌 两把小凳子 坐着两位老者 一黑一白 这二人此刻竟是在下棋呢 棋盘上黑白两色 应该是已经下到了后半段了 看到这一幕 老木匠顿时大惊失色 不由自主朝后退了几步 礼服也是如此 就要说话 老木匠直接捂着他的嘴 低声道 看其别说话 似乎是听到了动静 两位老者一起朝着这里看了过来 但是木匠师徒 明明就在眼前 但是两人似乎是看不到一般 黑色衣服的老者 疑惑道 刚才是不是有人说话啊 白衣老者也是疑惑 不过还是说道 应该没有吧 离着只有一丈远的礼服惊呆了 看了看师父 老木匠摇头示意他别说话 过了片刻 两位老者似乎是没有发觉异常 重新开始下棋 礼服推开了老木匠的手 竟是感到十分神奇 朝前走了两步 老木匠倒是没有拉他 而是随他上前了两步 离着棋盘很近了 老木匠会下棋 也交过礼服 所以两人看得懂 都将注意力放在了棋盘上 两位老者 下一步 停一会儿 似乎是在思索着破解之法 而旁边的老木匠和礼服 也是看得认真 场面有些诡异 一盘棋足足下了几炷箱的时间 似乎还是没有结束的意思 就在这时 黑衣老者 黏着一枚棋子 思虑再三 将黑子放在了一个明显错误的位置 老木匠眼中带着惋惜之色 认为老者下错了 可是那礼服 看得身临其境 看到老者这么下 顿时不干了 张嘴说道 臭棋篓子 这不棋这么下 你不是死定了 此话出口的瞬间 老木匠脸色顿时变得苍白了 那黑衣老者 眼中有着金光闪过 却是一副得逞的神色 呵呵笑道 果然有人在偷窥 叫我看看是什么人 老者黑袍 化作了一只大手 朝着礼服抓了过去 这礼服傻了 呆愣在原地 直接被大手抓住了 在被大手抓住的一刻 老者这回看到了他 冷笑道 竟然是一个活人 礼服脸色灰白 知道自己闯祸了 这老者明显不是人 因为自己多嘴 恐怕性命休矣啊 那白衣老者见词 也是冷笑道 竟然偷窥咱们下棋 那就跟着我们走吧 大手抓着礼服就要往回缩 就在这时 老木匠身形后退 将墨斗取了出来 抽出其中的墨线 将礼服缠绕了数遍 可以说是从头到脚缠绕 一股大力 老木匠拉着礼服就往外走 黑衣老者衣服化作的大手倒是没变化 但是礼服的身形却是逐渐淡化 两个呼吸就消失在了老者的眼前 黑衣老者喝道 是谁 谁在出售 老木匠拉着礼服 此刻就躲在了神像下 不敢发出动静 被墨线缠绕的礼服 也老实了 一点声音不敢发出 两久之后 两人的视线模糊 黑衣老者和白衣老者逐渐虚化 最终消失不见了 直到此刻 老木匠才松了口气 说道 没事了 随即看着礼服 说道 叫你看齐别说话 差点你就死了 礼服也是后怕 问道 师父 那是什么啊 老木匠说道 那应该是阴间的阴差 咱们看不到他们 他们也看不到咱们 只有你说话 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会暴露自己的位置 听到这里 礼服一阵后怕 同时盯着老木匠 心道 原来师父这么厉害啊 直到雨停 两人也没有说一句话了 赶紧从破庙里跑了出来 朝着家里走去 从此之后 这礼服多嘴的毛病 竟是直接治好了 随着老木匠学艺 倒是兢兢业业 最终这老木匠 将手艺彻底传给了他 数年之后 过世的时候 还是礼服忙前忙后 彻底操办的 也算是兑现了当初所说的 好故事接着看 郎中路过集市 见巨蛇可怜买下放生 巨蛇 回家不要动快 故事发生在明朝时期 在永安县内 有一个年轻人名为张永乐 父母在他小的时候便离他而去 是祖父独自一人将他抚养长大 祖父张继民 乃是永安县内出名的郎中 就死扶伤数十年 凭借着一手绝妙的针法 拯救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 张永乐虽说失去了父母 但是祖父对他很是疼爱 别的孩子有的张永乐 定然不能少了 所以张永乐对祖父甚是敬重 张永乐从小便跟随祖父学习医术 如今已经长成了一个俊巧的小伙 医术也是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 祖父看到张永乐行医的模样 不禁心中感叹道 我张家后继有人啊 可是一个意外的出现 却彻底地破坏了幸福的家庭 也让张永乐的命运 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改变 一天深夜 忙碌一天的祖孙俩早早地便睡下了 不知过了多久 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将他们二人惊醒 二人并没有惊疑 因为这些年来 总会有病人在夜间来寻医 他们早就习惯了如此 于是张永乐便赶忙将门打开 此时一个风韵有存的妇人 正站在门口 在她的脸上写满了交集 于是张永乐便问道 可是家中有人生病了 那妇人说道 正是 我的丈夫突然就昏迷不醒了 还请张神医前去医治啊 文言张永乐便将目光望向祖父 虽然他的医术已经接近祖父 可是这张神医的称号 他可不敢应成 祖父健壮便说道 莫及 我这就收拾东西随你前去 原本张永乐打算一同跟随 可是祖父担心其他的病人扑了空 便让张永乐留守在了医馆内 可奇怪的是 接连过去了三天 祖父仍然是没有回来 这可急坏了张永乐 于是张永乐便通知了官府 由于张神医名声在外 所以官府极为的重视 便赶忙发动官兵寻找了起来 可就在当天夜里 张永乐正在收拾医馆 一个浑身脏兮兮的老者 突然走了进来 张永乐定睛一看 不由得失红了眼眶 此人竟然是自己的祖父 可就在这时 祖父突然浑身一软便跌倒在地 这可吓坏了张永乐 他赶忙上前为祖父检查了起来 可是结果却让他无法接受 因为祖父的状态差到了极点 随时都有离去的可能 张永乐内心慌乱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可是祖父却开口道 永乐 莫要担心 以后得陆祖父不能陪你了 你自己一定要多加小心 张永乐的眼泪不争气地落下 不知道此时自己还能够说些什么 突然祖父从怀中掏出了一个 精英剔透的珠子交给了张永乐 祖父说道 这里面蕴藏的是我毕生的功德之力 你一定要随身携带 莫要告知他人 切记 切记 待到张永乐接过珠子 祖父便彻底消散了生机 张永乐内心悲痛与绝 便将祖父厚葬了 自从祖父离世之后 张永乐整个人都变得沉默寡语了很多 一心一意地钻研医术 他要将张家的医术发扬光大 不能辜负祖父的意愿 这天 张永乐一早便急匆匆地出门了 他今日要去临县的医馆坐诊 主要是为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治疗 张永乐行医救人 为得便是救死扶伤 收取的银两极为的有限 这也是张家行医一贯的作风 因为才会被乡亲们敬重 待到看完最后一个病人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张永乐便告别了村民踏上的归途 可就在他刚一进山之时 天上便开始下起了雨 张永乐便赶忙寻找避雨之所 可是这荒山野岭之地 哪里会有人家 哪怕是个山洞也算是运气不错了 可就在张永乐范畴之际 不经意间他竟然真的发现了一个山洞 张永乐赶忙来到山洞避雨 这里甚是干燥 还有着许多干草 看样子之前有人在这里住过 于是张永乐便在干草上休息了起来 突然一道哭声从洞内传出 让张永乐不禁浑身一颤 莫非这里面还有他人 于是张永乐便朝着洞内走去 果不其然 只见一个白衣女子正蹲坐在地上掩面哭泣 张永乐内心一软便上前问道 姑娘 不知你为何在此哭泣啊 那女子见到张永乐的到来 也是微微一愣 随后便说道 公子有所不知 小女子家中落寞 被仇家追杀至此 只能躲在这山洞内苟且偷生 文言张永乐不禁心中气愤道 真是无法无天 姑娘不必害怕 若是你无家可归 便来我家暂时居住 在下定然会护你周全 听到张永乐的保证 这女子似乎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便扑到张永乐的怀中哭泣起来 待到雨停之时 张永乐便带着女子回到了医馆 经过了解 张永乐得知女子名为李孟然 以前也是一个富贵人家的小姐 没想到却沦落至此 于是张永乐便将他安顿在了医馆之中 李孟然很是心系 张永乐在医治病人的时候 他都会在一旁维持秩序并打着下手 让张永乐的工作顺利了很多 而且李孟然还有这一手好厨艺 让张永乐是称赞不已 时间一长 二人只见难免会有了些异样的情愫 前来看病的乡亲 见到医馆中多了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子 便纷纷传言此人便是张永乐的未婚妻 此话很快便传到了二人的耳中 令他们皆是羞涩不已 于是张永乐便鼓起了勇气 将自己内心的爱慕之情告知了李孟然 终于是让有情人忠诚眷属 二人便顺理成章地结为了夫妻 自从二人结婚之后 张永乐便发现了妻子有一个怪异行为 因为他接连几天夜里都会悄悄地出门 不知道在干些什么 于是这天夜里 张永乐便跟随在了妻子的身后 他倒要看看妻子究竟有着什么秘密 只见妻子来到了西偏房之中 开始翻箱倒柜地寻找了起来 张永乐不禁内心疑惑 这房屋是祖父之前居住的地方 如今闲置了很久 不知妻子来这里翻找什么 他不禁心中生起了一股不好的预感 便悄悄地回到了屋中 免得打草惊蛇了 这天 张永乐外出行医 恰好路过集市 见到前面正围这一大群人 还时不时地传来阵阵惊呼 这可引起了他的注意 于是张永乐便上前查看 人们见到是张永乐到来 便自觉地给他让开了道路 由此可见张永乐的声望之高 走到人群中后 张永乐不禁浑身一颤 只见笼子之中竟然有着一条巨蛇 此时这巨蛇正一脸愤怒地望着众人 还时不时地撞击笼子欲要逃走 摊位的小贩便吆喝道 这可是好东西 只需二十两银子便可以买走 急不可施 施不再来 众人听闻此蛇需要二十两银子 纷纷谩骂道 你这是想挣钱想疯了了 只是比一般的蛇大些罢了 二两银子都不值 小贩对于众人的谩骂 丝毫没有理会 似乎是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 他还指着靠着巨蛇发一笔小财呢 就在此时张永乐突然开口道 这位兄弟可不可以便宜些 这蛇我打算要了 文言乡亲们赶忙劝阻道 张神一 这可是上当的玩意 你可不要被骗了 那小贩见到是张永乐出生 便谄媚地说道 张神一既然是你开口 那我自然不敢不从 一口价 十五两银子你就拿走 张永乐不禁有些犯难 虽说找他看病的很多 但是他收费很低 根本就赚不到多少钱 这十五两银子可是太多了 小贩见到张永乐沉默不语 心中不免慌乱了许多 看样子除了张神一有意要买 其他的人根本就不会出售 他担心这具蛇砸在手里 便继续说道 张神一 我再给你抹去五两 这可是最低的价格了 文言张永乐不禁松了口气 他这身上还真的有十两银子 原本是要去药材店里进些药材 看来只能改日再去了 于是张永乐不顾大家的劝阻 用十两银子买下了巨蛇 这巨蛇很是沉重 于是乡亲们便主动地帮着张永乐 抬着笼子 在张永乐的指引下来到了后山的密林之中 众人很是不解 张永乐不是要买蛇回家吗 为何来到后山了 只听张永乐说道 大家将蛇放在这里即可 今日多谢大家的帮忙了 我要将巨蛇放生 大家速速离开 莫要受到伤害了 文言众人皆是一愣 没想到张神医竟然是买来放生的 如此品性真是让人钦佩 待到大家离开之后 张永乐这才小心翼翼的将蛇放生 谁知那巨蛇竟然来到了张永乐的身前 盘踞了起来 张永乐也是被巨蛇吓了一跳 可是下一秒 巨蛇竟然口出人言道 多谢恩人搭救 我本是这山上的蛇仙 由于杜劫失败而法力尽失 这才被猎人抓住 幸亏遇到了恩人相助 张永乐说道 我幼年时便听爷爷说过 这山上有着许多仙长 今日得见甚至荣幸 仙长不必客气 突然巨蛇望着张永乐的胸口说道 恩人 你那宝物最好不要被别人看到 否则会大难临头 张永乐见状低头一看 发现原来是祖父留下的宝珠露了出来 他赶忙将宝珠藏好 巨蛇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便开口道 恩人 我方才推演了一番 你记住回家莫要动快 切记 切记 张永乐本想着询问一番 不料巨蛇却离开了 张永乐便将巨蛇的话记在了心中 很快张永乐便回到了家 此时妻子已经做好了一大桌的美味佳肴 比之平时今日甚是丰盛 见到张永乐回家 妻子很是热情地将他推到了桌前说道 夫君 这都是我为你做的 快尝尝合不合口味 见状张永乐便要拿起筷子尝一尝 可突然巨蛇的声音再度传来 恩人 莫要动快 张永乐不禁手上一颤 竟将筷子掉到了地上 妻子健壮又为他换了一双 张永乐便夹起了菜 递到了妻子的面前 妻子健壮眼神似乎有些慌乱 便赶忙说道 夫君还是你吃吧 我方才已经吃过了 见到妻子的模样 张永乐不禁反应了过来 他便说道 你为何要害我 我哪里有对不起你的地方 文言妻子先是一愣 随即便笑道 没想到竟然暴露了 既然如此 那我便不隐藏了 快将你祖父的功德之力拿来 这样我方可留你一命 否则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文言 张永乐不禁退后了半步 即便二人结为了夫妻 张永乐也一直是将宝珠藏得死死的 为何他会知道 只听妻子继续说道 当年尸首被你的祖父跑掉了 今日终于可以拿回来了 文言张永乐不禁怒喝道 原来是你害了我的祖父 我定然不会放过你 突然 只见妻子化作了一只巨大的黄皮子 朝着张永乐便撕咬而来 张永乐躲闪不及 被黄皮子给撞飞了出去 胸口剧烈的起伏 一口鲜血被他吐了出来 那黄皮子显然没有打算放过张永乐 便又向他扑咬而来 就在此时蛇仙突然出现 用自己的身躯将张永乐护在了身后 那黄皮子见状不禁说道 蛇仙 你法力尽失竟然还敢出现 不怕丧命于此吗 蛇仙说道 他是我的恩人 我定然不能弃他于不顾 说吧 两者便站在了一起 蛇仙明显是站了下风 浑身到处都是身可见骨的伤口 张永乐于心不忍 便嘶吼道 蛇仙快跑 不要再管我了 可是蛇仙却充耳不闻 眼看蛇仙就要落败 突然张永乐胸前的宝珠飞射出来 化作了一道人形 竟然是张永乐的祖父 只见他手中飞射出一道金芒 将那黄皮子瞬间便击飞了出去 黄皮子大惊 便挣扎起来欲要逃跑 可是又是一道金芒射出 黄皮子便彻底地消散了身形 张永乐激动地来到祖父身前说道 祖父 我好想你 你不要再离开了 祖父微微一叹道 永乐 我这只是一道残念罢了 见你有难才能够现身 我的时间不多了 你要记住坚守本心 莫要走上歧途方可成就大道 说把祖父的魂体变化作了点点金光 全部融入到了那巨蛇的体内 只见巨蛇的伤势竟然瞬间恢复了 就连之前的法力都回来了 巨蛇化作了一个曼妙的女子 她走到了张永乐的身前说道 我有幸得张神医所救 愿意化为人形 嫁你为妻 还望恩人成全 张永乐见到女子如此的貌美 便答应了下来 自此以后 二人共同经营这医馆 就此扶伤 行善积德 多年后二人有了自己的孩子 过着让人羡慕的美好生活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